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继续回到即市攻略的时间 这一节我们会为大家谈讨一下,究竟内地石油股合并的传闻是好是坏的 这个时间我们先看看石油股现在最新的走势 中石油暂时升了4%去到6.4.8,中石油升超过3%去到8.9.8 中海油升超过2.3%去到11.3.4 至于石油股升了那么多,究竟后市看法是怎样呢? 我们请到要坐在证券市务总监国师智国水,我们来分析一下 郭Sir早晨 早晨 今天石油股升势挺厉害的 其中一个是爆炸性的传闻出来,就是说中石油集团和中石化集团可能会合并 而这个中海油集团也可能和中化集团合并 消息就刺激了一众相关的股份上扬 郭Sir现在好像我们经常都听到,有一个新名词叫做新常态 国企就是一件事,但现在有一个合并的新常态出来了 经常出来了,传闻就说会合并的 好像之前电信股传过,虽然现在否认了 但也刺激了股价上来 现在在临放价前又到这个石油股 郭Sir,你觉得这个合并是否真的可以这样说 经济结构有利,其实中央为何要鼓励这些企业合并 首先我们要看看一个范畴 就是说企业在营商的环境里面 它的角色是怎样 我们用两个看法 如果是国内的,纯粹是国内的 股份的合并很可能就是 就是为免一个恶性的竞争 甚至有些上市的国企 它本身的业绩 根本上就是不行的了 就算摊开一路的产能过程 管理不善等等 都很难去改变的 唯有用母公司 通过某个形式 去注资去改组 或者将它 拼在一起 当然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在业绩比较差的国企当中 会出现这个情况 但是另外一个就是 一些企业的经营 是一部分或者绝大部分 是在海外的 海外的发展 这里就衍生了一个问题 你譬如像石油相关的股份 如果你说 去到海外和一个 美国的石油的企业 去欠某个油田 去欠某些生意的话 人家的尺寸这么大 自己的尺寸这么小 你根本上很难 是抗衡得到的 所以变成 如果你说 提升 企业在海外的拼购的优势的话 两家公司 拼在一起 尺寸就会壮大了 资产也会壮大了 当然 本身的发展 你也可以通过 一些拼购 一些收购的资产 从而创大自己的规模 但问题 你这样的收购 你的举债就会很厉害 债务承担 是会比较明显的 能够解决了 这些相关的问题 最好就是两个 大的企业 拼在一起 就成为一个超大的企业 走出角门之后 去到海外 和一些 海外的大的企业 如果去 欠柳生意又好 或者合作又好 或者怎样都好 大家的实力 不会懸殊得太厉害 我想最终也是这件事 再看看近期 好像南北车 除了 内地的高铁 内地的地铁的发展 四环四中之外 其实有很多 铁路的工程 在海外进行 南车又去谈 北车又去谈 大家为了表现自己 为了 抢贪 唯有在价钱方面 进行一个恶性的竞争 到最后受损的 一定是 国营企业自己本身 好了 两家公司 拼在一起之外 之后 资源就共用 加上就有个协调效应 而最重要就是 真是日后 要谈谈某些项目 不会自己打自己 不会自己和自己争 这点很重要 你好像 石油相关的股份 如果海外拼购油田 也好什么都好 以往 中石油都是大的 中海洋石油都是大的 两个都是大型企业 但是 美国一些超大型的 石油的企业来说 其实还有一段距离 如果你说 通过一个合并 能够撞大了之后 起码差距不会大得那么紧 至于电信业来说 合并的消息 空月内风 我相信未必无因 当然 拼完之后 其实 和未拼之前有什么分别 现在未拼之前 中移动是独大的 有8亿个用户 只是4支 有10亿个 相反联通 就少些 中电信论更加不用说 但问题是 你拼完之后 这个环境气候会不会改变 我相信也不会改变 换句话来说 联通 和中电信 就算拼了也好 两者的用户 你要跟中移动 抢贪 或者是 抢回一定的份数 其实来说 不敢说我没有机会 但你要跟他 真是 大家叮当码头 那样 我想也是 不行 中移动独大 但是这个 基本上 很难很难去改变 所以 大型的企业 合并 其实来说 最终最终 只是我自己看 是基于一个理由 就是 你走出这个角门 去海外做一些发展 一些合约工程的 一些谈谈的时间 你跟对手 去谈 你都要证明自己够大才行 但你看一下 好像美国一些 石油的企业 根本上的尺寸是天文数字 是巨无霸 相比之下 老实说 就变得小了 但如果你拼了之后 起码 资产 各方面 是大了上来 大家去谈谈的时间 差距也不会太过远 这个我想是其中一个原因 另外 讲到管理那方面 现在 两家公司有不同的管理层 很难会有一个 叫做协同效应 但如果两个企业 谈在一起的时间 就变成 陆上堪探石油 天然气 和一些 下游的业务 壮大了之后 公司的尺寸 是会大很多的 至于 会不会以后 又会 通过分拆 慢慢慢慢走回来 这是日后的事情 我相信 目前来说 首先 国营企业 要出去谈谈 和一些 浮购资产 如果你的尺寸 不够大 在国际上 面对一些 超大型的国际企业 其实自己的 胜算的把握 真的不是大得 那么重要 这个我想是最主要的原因 郭Sir听你这么说 两个原因 令到企业 鼓励合并 协同合益 和本身产生的 规模效应 令到他们收到 国外资产 变得容易 看过去的历史 当时 其实有不少公司 都要收购一些国外资产 好像之前 中信股份的 前身中信 太傅 都收购一些 澳洲的铁矿石资产 好像染煤 都收购一些 澳洲的煤矿资产 而好似其他企业 都走去其他 卖其他国家的资产 中海油都有一些 比如阿根廷的 油田资产 等等 现在商品价格 就低了那么多 可不可以这么说 其实这些资源相关的 国企 在未来的那段时间 合并的机会比较大 刚才你也提过 可能那些过剩产能的那些 尤其是可以这么说 钢材这一类 之前都传过 很久说是重组的 这些钢材股 未来合并的机会 是否会最大 可能会有 但两者最不同的就是 都要看资源本身的价格 你譬如这样 又是跌了很多 但都仍然在用 你一定要用 还有这些右价格下跌 或多或少 都是附带了 公同球 和一些 政治的因素在 但是 你钢材价格 就真的没办法 因为事实上 产能就过剩 需求就放慢 令到钢材价格 持续还是低迷 至于你说 会不会是通过合并 重组 从而 去令到 相关的问题 不会是 越变越坏 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但是 那个效益 你始终都会面对 你的产能 又是过剩 还有 你钢材价 还是持续低迷 这是改变不了的 至于煤炭 股 我觉得 更加 机会比较微 我不是说 不会是拼在一起 而是说 没有一个效应 和没有一个 实质的效益 会在后面跟得到 因为 煤炭的价格 持续还是低 还有 全世界 可以用 核电 发电 也不少 因为这个环保 相反 烧煤来说 是对空气的污染 构成很大的一个问题 即是变了 如果你说 合拼了 只能有一个 解释就是说 两个企业的 营运 都不是那么理想 拼在一起之后 起码可以有 协同效应 和截散人手 希望同意 提升企业的效益 最多从这一方面 去着手 也不是市场 太大的亮点 相反来说 你跟南北车 或者跟一些 石油相关的股份 甚至是电讯热 是完全不能够 双提并论 两家公司合拼 很多时候 都要看一个 效益出来 如果 产品 营运 能够在经济上有效益 那当然是最好 如果经济上 根本上没有效益 老实说 拼了之后 始终来说 仍然是强差人意 这个机会 就真的比较微 明白 这一席 好多谢郭sir 很精辟的分析了 究竟哪些企业有合并憧憬 合并后 为何又要合并 之后 我们这段时间 先谈到这里 郭sir 刚才提到相关板块股份 有没有持有 是没有 谢谢郭sir 这一节时间到这里 稍后我们再继续谈 其他股份 稍后再见 好多谢 好多谢 好多谢